新唐人第七屆国际钢琴大赛本周一在纽约曼哈顿考复曼中心隆重举行 比赛一共历时六天 周二是出赛的第一天 待宁之机 第七屆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正式拉开帷幕 来自欧洲 亚洲 美洲的多位选手同台竞技 出赛第一天 总共十名选手同台切磋 大赛宗指示推广正统艺术 追求纯真 纯善 纯美的艺术境界 参赛曲目仅限巴洛克时期 古典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钢琴作品 我认为NTT选手同台的计划是非常纯善的 而且非常真正的 我感到很惊讶 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功能 就是像这种音乐 我觉得它甚至可以当作一种语言 内在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它是一种和善 我觉得 就是你听着这样的音乐 你自己就觉得内心里就是很平静 很享和 今明两天 都是出赛 从后天周四开始 将是半决赛 决赛和音乐会及颁奖典礼 届时呢 将会开放观众入场 也会透过网络进行全球直播 您可以透过电话购票或是网络购票 请临现场大保尔福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 奥利弗 纽约采访报导